就几乎都抓不到我,但这次来我就觉得,没有之前那么紧张,而且我居然在后代说了一句,走红毯有什么好紧张的,我就觉得,成长,全部都在这里被看见。 对,像海滩一样,对对对,婚纱之类。 就是不知道,我不知道别人要注意什么,我觉得我的衣服好像不太适合海边的风格,但是感觉就很轻松啊,不过我觉得还是一直保持着我们通往风云宝红毯的特点,就是白色的。 是吗? 为什么?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,或者是出歌啊? 有有有,现在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,然后还有之前录的一些歌,然后也要陆陆续续,希望他们赶紧发出来。 对,不行,然后也在准备自己,接下来继续要小小的巡回演唱会一下,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稍微的多多支持咯。 嗯,彩排了。 哇,因为首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东方风云榜是四面台,因为我之前参加的时候都是三面吧,就是后面是没有观众的,但今年是四面台。 然后,而且我觉得今年特别的高大上我的那个节目,因为就有很多可能一米八五一米九的小姐姐们,在走台步,然后穿着很漂亮的衣服,然后感觉特别像微密的感觉。 嗯,而且就是整个,整个现场都会觉得很温馨,有很多花,很漂亮,所以我很喜欢。 对,但我觉得今年我们那个东方风云榜特别严格,比之前要严了很多,我们就是彩排的时候也需要出一个证件,就是彩排的时候给你照张相,在你那证件里面。 然后你上台的时候又要照张相,又在那个证件里面。 我就看到了最明显的庄前庄后,好大区别。 你一定要跟各位,你一定要跟各位观众,不是我问的,好吗? 他问我的。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,就是我们很多粉丝,就是您今天看到那个我们粉丝给你印的那个。 嗯,看到了,那个花牌,好漂亮哦。 你能跟我们这个各位粉丝们说一下,就是这个花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? 我觉得好有牌面啊。 就是因为,我觉得我的粉丝一直都是超过我这个艺人咖位的一个存在。 因为我,我其实尤其是从可能从第一年来东方风云榜的时候,一个完全特别小的新人。 特别特别新的新人,特别小的新人。 特别新的新人。 然后他们给我的姻缘就已经很棒了。 然后我发现他们随着我的成长,他们也在慢慢慢慢成长。 姻缘可能越来越成熟,然后可能越来越壮大,或者是, 让大家看起来觉得我们很壮大,很红。 就觉得,谢谢他们陪我一起成长,然后他们也在成长。 我觉得,就是这种一起携手向前走的感觉很温馨。 画最多的人。 画最多的艺人。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粉丝特别想问的问题啊。 嗯。 嗯。 不会,因为我是一个很宅的人。 我觉得特别喜欢一般没工作的时候都会待在家里。 嗯。 对。 我平时我还是会比较按照自己习惯吃比较辣的一点东西。 对对对对。 不过在上海待久了之后,就是可以接受清淡口味的东西了。 因为之前,刚来的时候,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在这生活下去。 是因为,你在外面可能吃饭,你去要一个辣椒酱,拿过来发现它不辣,还特别的咸。 还是酱,就黏糊糊的,你就觉得,这个地球不适合我。 就会很难过。 然后慢慢在这,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久,你会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吧。 我也现在变成一个清淡口味的小男孩。 点完清淡的还会在上面撒辣椒粉。 嗯。 好。 您刚才说自己穿一个风格,不太是我今天的风格。 对。 我今天是黑暗王子风。 从来没有这样穿过,希望自己能够稍微帅气。 用他们的话来说,稍微A一点。 我到现在还不太懂A是什么意思。 你们去微博里面给我解释一下。 对,好嘞。 那我可能现在要准备过去了,对吧。 好。 那我们就拜拜。 好简单的,拜拜。 拜拜。